六十三 太陽報 本港外遊團無取消 2015年7月11日港民A12 本報信 蓮花及燦紅影響 昨日有多班往返香港 台灣及日本的航機然誤或取消 唯有於蓮花略過時間捲及風力約 本港往台灣的旅行團並未取消 僅有部分旅行團的行程受阻 旅遊業議會指出 燦紅色影響來往上海及日本沖繩的航線 唯有關地區出團數目不多 加上航班數目多 相信短期內已可疏到 該會站未收到旅行社取消行程的通知 十七航班取消半數食台北據機場管理局資料顯示 本港昨日有十七班往返的航班取消 涉及地點包括台北、高雄、上海及大阪 當中已往返台北的航班最受影響 共有八班往返航班需要取消 為止昨日中午起 航班已恢復正常 機管局指出 航班取消的原因頗多 未知是否一定與颱風有關 至於颱風撐紅未來將略過台灣 上海等地 會否影響本港旅行團的出發時間 旅議會主席胡紹英表示 由於前往上海及沖繩的旅行團數目不多 且航班救密 相信影響時間有限 該會站未有收到旅行社取消行程的通知 中環遊執行董事員震寧表示 站未收到航空公司就有關來往台灣停飛的通知 但乘入暑假 前往台灣旅遊的市民甚多 該公司平均每日有3至4團到台灣 約航空公司因燦紅停飛 相信屆時機場會十分混亂 康泰旅行社則表示 站無旅行團受影響